来看到苗栗县西湖溪 路提供购已经完成了三大路段 要想打通第四起呢 龙兽桥却成为了瓶颈 公务处规划要拓宽为九米道路 改建计划 交通部已经正式合定了1.9亿元的经费 在取得地方共事之后呢 预计年底前发包 供期至少需要费11年 西湖溪第三期路提供购 沿着合体新建的西湖桑苗33支县 粘出完工通车 不过全新的道路和未在东端 节点的龙兽桥形成落差 桥宽只有4公尺 若遇上大车造成毁车困难 想要将路提供购延伸到铜锣桑 一二八线 必须要打通瓶颈 改建龙兽桥 苗35线上有龙兽桥 它的桥林也已经有40 50年了 也已经耐震不足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县政府 县长还有立委 跟我们到公路总局去争取了 一亿八千九百万的 新建的一个改善工程 县政府争取生活圈道路 交通系统建设计划 而经过一波三折 公务处多次办理会刊和说明会 目前交通部已经核定补助 一亿八千九百五十七万元 县政府七月份已经找到 我们的规划公司也在规划 也在七月份在我们西武厢 做一个规划的一个说明会 我们是以原地原建 原地原建 我们的桥宽是九公尺 长是150公尺 然后我们的三十五线 还有一九线的交界处 会把它结完起子 龙兽桥改建工程将近 一点九亿的经费已经核定 进度在设计阶段 公务处规划拓宽为九公尺 桥长大约一百六十公尺 要赶在今年底前发包 供期大约要一到两年 以为后续的第四期 炉体共购打好基础 炉体共购打好基础 是iği炉体主制制少许